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的是超级久 我没有上床挣片了 然后其实我这一年 我就是都是做小短片 因为就是对我来讲 比较简单一点 我就想说这次黑色星期五 可以来做个开箱给大家看 然后因为我这次黑色星期五 买了蛮多东西的 只是因为你知道 澳洲的季运不像台湾一样 可能两三天就寄到 Saven啊或是干嘛的 你就可以去取货 这里的季运都是要 两个礼拜以上我才收得到 然后最近最先收到的 就是这一样 妈妈们必备 可能在台湾不太需要 因为就是很方便 你可以出门就买得到 可是呢我们在这边 想要喝一杯豆浆都非常困难 所以呢我就买了一个豆浆机 然后也是那种 传说中很有名的九阳豆浆机 千辛万苦的寄过来了 好我们现在就废话不多说 开箱给大家看 因为它蛮多 它有两个箱子 这一个应该是正品 因为我当下买的时候 它有说它会寄一个正品 就是可以专门装豆子之类的 然后再来就是一个 主的机器 哎 超大 这个真是超大超重的 好我们现在直接来开箱 我觉得我可能要花一点时间 因为它粘超多的 哇不知道怎么从那边 它粘得是超紧的 oh my god 好快喔 好快喔 你看 这个太高了 我得放在地上拿下来 哇 真是超重 而且这个紫箱很难用 超累 光是拆紫箱我手脚就要断了 甜酒洋豆浆机 你看这个 它这台的 嗯 我边拆边讲好了 它这台的型号其实是 KES Pro 我之所以会选这台是因为 它还有饮水的功能 然后因为我们家就是没有饮水机 在澳洲这边大家比较常用的 就是那种 Keto 快足弧 我就想说如果我买了这一台 我就不用再另外买银水 因为我觉得这样子要很多台 家里整个会很占空间 我好像很害怕 这感觉很重欸 不知道 怎么把它弄出来 我把它放在地上 啊 因为它那个太高了 我没办法 翻起来 插电摔坏 吓死老娘我了 掉出来了 这应该是盖子吧 我看一下 随便乱丢了 哇 好漂亮喔 这个颜色 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这个颜色 真的蛮美的欸 我其实在买的时候 我也是做了蛮多功课的 然后我当初会选这一台是因为 它们家还蛮多种型号的 然后它有分就是豆浆机跟破壁机 然后这一台它就是豆浆机 它就是主打你的豆浆可以磨很细 其他也可以磨豆浆也可以做豆浆 可是可能就没有磨那么细 再加上它这一台又有饮水的功能 除了饮水功能以外 它还有保温的功能加上语音控制 好现在拆的这个就是一个水箱 它水箱到一公升吧 看这个是一公升 没错 它就是这样放着而已 喔很简单欸 给大家看一下 它其实就是这样子 水箱它就是这样放着而已 然后按键打开 这边应该就是放那个磨豆的地方了 下面还有一个地方 这个是水箱 因为它有自动清洁功能 所以我就不用就是再拿下另外洗 只要按个按键 你只要把里面清的脏水 废水丢掉就可以了 掉下去 它现在还有附一个 下面那个是接豆浆的 或是果肌之类的 这个蛮不错 因为它是玻璃的 它不是那种塑胶的 超重 因为它是玻璃的 它上面还有一个滤网 可能可以怕你要滤渣 或是滤咖啡之类的 它有一个小的这个 好给它放进来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盖子 对这个 可以从这里留下来的 它这里面有一个洞 从这边留下来 好 我们现在再来拆另一个 这个我在拆应该它是正品 我刚刚讲的 如果我没拆错的话 有时候买太多东西 自己买什么都会不知道 好 没错 我讲的没错 它是送了一个这个 你可以放随便的豆子 你要黑豆绿豆红豆大豆黄豆 都可以放 蛮好的耶 但是有点占空间 我真是超想要走极简化的 但是没办法走 因为很占空间 很棒耶 它有一个小杯子 可以这样子 这样子压 这个还不错耶 因为它是从下面这样子往内压 它都会一直流出来 杯子往内压它就流出来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开箱文 九阳豆浆鸡 而且是免洗的破壁鸡 它也叫破壁鸡啦 然后你们也可以跟我说说看 你们黑五都买了什么东西 但我觉得在澳洲的黑五 是真的会打到骨折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开箱文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 感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温水 即将出水 请稍等